位於屏東六塊廁的污水處理場 是一座示範型的廚餘消化系統 未來將依據系統的成效 來評估是否用於推廣上 經過回收的廚餘 首先必須經過破碎 將食物轉變成小碎塊 之後再進行研磨 將廚餘打成顆粒很小的液狀 不過對於燕養發酵而言 這樣的力量還是太大了一點 因此廚餘會先被送入酸化槽 裡面有酸化的細菌 可以把有機物會從大顆粒 慢慢分解成許多小顆粒 來增加後續反應的效率 在酸化處理後 廚餘被送入發酵槽 槽內保持攝氏55度的恆溫 酸鹼質成中性 很適合甲腕菌進行驗氧消化 發酵過後產生的甲腕 可以作為能源使用 反應後的污泥 液體部分也可以稀釋 作為液肥 而固體部分乾燥後 再經堆肥化處理 才可以製作為堆肥 發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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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mp